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收听由宁明日梁事工制作 将临期二十五天灵秀特册 圣诞之光 重拾恩典 今个星期进入主题二 复苏之光 在这个星期邀请你 我们一切尋求上帝的圣洁和更新 让我们的心灵在将临其中被转化 迎接圣诞 做好准备 第十四天 上帝永远是爱你的上帝 在阿摩斯书九章八至十五节 主耶和华的眼目 擦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国家灭绝静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象用西子西谷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 也迎不着我们 他们必死在都下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位 倒塔的帐幕 倒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从身修造像古时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遇性的 我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华 此乃行者是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 踩葡萄的必接触杀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问以色列被老的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成一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圆 是其中的果子 第十五节 我要将他们坐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 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 你的上帝说的 上帝永远是爱你的上帝 并非是一个口号 而是一种深刻的熟灵经历 和认信 特别当我们因为自己的罪 而心感懊悔的时候 更需要沉浸在上帝的爱之中 让自己从内心深处 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和宽恕 唯有在上帝的爱里面 看到自己的阴暗面 我们才能够更真实地体会上帝的宽恕 和修复的深厚恩典 在将临期的这段预备时间 我们特别需要反思上帝的爱 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混合 阿摩斯书所呈现的上帝 正正就是以这种爱来对待以色列 尽管上帝宣告要追讨以色列的一切罪孽 但是他却同时不断呼吁他们悔解 不断给予他们回转的机会和认许 正如四章十二节描述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而在五章四节也提到 你们要尋求我就必传活 在第十四节也这样说到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就必传活 这样耶和华万君子上帝 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表面上看来上帝是藉着先知 宣告以色列的审判 但是实际上 他最终的目的 并不是审判 而是拯救 不是拆毁 而是挽回 而这个讯息的最后结语 是最为明显 也都成为了传卷书最关键的段落 在第八次上帝定义 而是上帝的恩典 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 到那天 到那天 我必建立大卫堵塔的帐篷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收造 像古时一样 上帝真正要重建的 并非是成一 土地 民生 或者道德 而是他 他和选民之间的 关系 这个关系 早在以色列最太平盛世的时候 就已经受到破坏了 因此 上帝这一次的介入 就是要亲自重建 这个他最为重视的关系 在你走过的人生中 哪些经历 令你的日子变得黑暗呢? 无论这个黑暗感 是来自自己的罪 或者别人的罪 他都会为你带来 无助和孤单感 当你今天回望这些日子 你能够看到上帝 在其中 为你注入了什么恩典呢? 请描述 在过程之中 你所经历的上帝 和他对你的爱 邀请你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上帝 好感谢你 没有因为我的不完美 而放弃我 也没有因为我的罪行 而不接纳我 好感谢你 不惜让你的爱子 亲临世间 为的事 救赎我 恢复 和我原有的关系 上帝 求你赐给我恩典 去爱你 奉主名求 阿弥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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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